字幕提供 那边在收大赞摊 等下有七变等 我们先讲讲电影 这个星期我有点喜悦 因为很简单 如果喜欢看电影 看到一套好的电视剧 你会很兴奋 心抗神疑 但反过来看了一套烂片 或是一套烂的电视剧 整个人都低沉 浪费了人生的青春 最惨是这 但这个星期是充满喜悦 举一个上星期我们讲过的 就是Marvel里的Agatha 昨天如果没有记错 就已经出了新一集 第三集 第一回合就连出两集 然后就出了第三集 其实在外国的首播影评 一开始已经看了四集 但我们在香港未有这一集 听说去到第四集 还有高潮 还好看 虽然这个开心 经常都说Marvel的死敌就是DC 但DC今次同期派出又是显生劇 就是Wonder Vision里面显生出来的角色 虽然漫画不是 但电视剧就是显生出来 DC今次同期派出 就是2022年版本的The Batman 旅边的Pankering 就是那个企我人 就是哥林肺夫 他扮演的企我人 真是很无聊 找一个很英俊的演员 然后硬强弄到他又肥又臭 我看到那个化妆真的挺疯狂的 很疯狂的 不只是化妆 所以任何东西都是一样 我们什么都要停的 多谢Dixon 多谢你的支持 多谢 多谢 说回《企海人》 一定要看 第一集 你不知道他会不会烂尾 如果他烂尾 麻烦大家要看第一集 都要看第一集 为什么呢 今次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对类 不是说我要赢你就要输 而是我觉得Marvel又赢 BC都赢 因为他同期推出两个衍生剧 两个都是超高质素 两个宇宙都突然之间醒了 但他两个是不同范畴的好看 如果阿弟有看过 看一集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Agatha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听你的形容 然后我看 我留意他 你说他演得很好 演得很好 第一场戏 稍微出了少少 在審判那里 第一集 第一集 那里突然是 我有这样的怀疑 因为他仍然在他的梦境里面 就是他的幻想世界里面 就是那里第一集 那里第一集 但除了那里之外呢 我没有想过 其实当时之前是看Wonder Vision 那个角色来到这里 原来好像 好像另一个人 因为他一个人 当他意气风发的时候 突然间他没有所有力量 是两个人 如果你经历过 或者你身边见过这些情况 例如那些平时很威力的人 突然间失业 是两个人 我见过 我以为你想说那些大财团 最近一些 不是说那些 不是 不是 是说身边的人 那些我不认识他 OK 你又看了 Agatha 你看了两集 你觉得收货 收货 收货 我可以告诉你 刚才波卡说 是真的 就算我看到第三集 我都觉得 还好收货 第三集还可以 听说第四集 还好看 但当你看完《奇魔人》之后 你就发觉是不同的片种 虽然大家都是超级英雄系列里面的角色 但整个风格是不同的 你看了《奇魔人》 你觉得怎样 基本上如果你不告诉你 这是漫画的改编 这一集完全跟超级英雄 跟Batman扯不上关系 你不会觉得是漫画 基本上是一个很扎实 一个很正经的客帮片 就像我们看《Godfather》 或者我们看《Soprano》 或者《Breaking Bad》 这集是小人物 这集是小人物 如何慢慢爬上来 而整个故事 今次《奇魔人》的故事背景 正正是2022年版本 《The Batman》的故事 十天之后 刚刚之后就发生这件事 所以如果大家看完《The Batman》 他仍然是小人物的《奇魔人》 今次就拿了他们做主角 他仍然是小人物 中层 中层 但仍然是小人物 今次所有的剧情 聚焦在他如何爬上来 成为黑帮的老大 你听过《戏鬼》 你就知道就是那些戏 《The Batman》 好像当年 Roberto De Niro 或Fatrino 如何爬上来 都是那类型 但如果你说看 有两件事 你一定要专心看 第一 就是他如何写这个角色 就是剧本上如何写这个角色 第二 你一定要看演员如何演绎这个角色 接着 接着十月 有另一套 又是DC 就是Joker Joker 和这些加工一套 我说 这一个月 究竟发生什么事 全部的演员 和你出来曬 但听说那套Joker是歌舞片 他说了不是大心目中的角舞片 我不认识 我不介意角舞片 今次这几套 无论Walking Phoenix的Joker 或者今次 哥林肺夫的《奇恶人》 或者是Agatha 这几套全部演员拿出来曬 你看看有什么料 全部是这样 是什么事 是很开心的 今次我不知是否是女主角 就是《奇恶人》 里面的黑帮 新进的大姐姐 其实那是有些精神问题 那个女演员以前有看 她都是做喜剧 谁知 还有做一些小家碧玉 文清戏 好斯文 小小青春女神级 因为她以前有一套 很长寿的爱情喜剧 就是做最终男主角的 心有所属的妻子 去到第十季 或第九季才出场 那套叫做《How I Met your Mother》 最终是千简万简 因为做了九季 都没有公开过 哪个是男主角太太的角色 她是千呼万唤指出来 所以她被人的印象很深刻 大家提起这个女演员 都会想起那个角色 因为她为人所熟悉就是那套 那套剧是非常出名的电视剧 想不到今次再次见到她 因为之前也见过她 都是做一些类似的喜剧角色 但今次竟然做了一个 有点神经质 有威胁性 有威胁性 这个恶意满满的黑帮阿姐 她是做出来的 另外 Toker Lazy 第一集都不要看 整部剧可以收拾 投身仔 不要过头数 很多都是这样 很多都是这样 不过后那几集才好看 真是好看的 我介绍你看 阿德哥经常说那套 蒙面超人甲蟑螂 又是最后一集 之前那些 当然不能这样比较 两个东西 我想她的意思是 如果第一集都不要看 就不用看了 她不是说这部剧不好看 我想她的意思是这样 这部剧 我觉得她做得很好的一个位置 就是她引入了一个 一个小孩 她反映回 你可以看到这个企我人 她以前是怎么样 她以前可能就像这个男生 所以你知道这些剧 我很喜欢说 我在你的眼中看到我过去的自己 所以为什么她会照顾这个年轻 可能她觉得有点像她自己 你看到她也是来自一个低下阶层 她还跟她的妈妈是很亲的 她本身是一个有缺陷的人 在一个剧里面 她就拍了给你看 她的缺陷是跟着一小的 一个本身应该有自卑感的人 某程度上她常常要 遮掩掩 但她又知道她自己的能力 其实是高过其他人 某程度上她不是看低自己 她知道其他人常常看低她 她常常觉得我可以利用这件事 而去打倒其他的对手 我希望她的戏可以沿着第一集 给我们这个人物的中心思想 如果继续走下去 就会好看 如果阿迪和沃卡 我们也看很多由漫画改片的真人版 无论是电影也好 电视也好 有没有留意一件事 DC那边 他会拍一些他们的反派 写得好一点 Marvel呢 写反派偏向于弱 他写得最好就是Thanos 写主角好一点 其实DC始终我印象中 他们的漫画反派是比较高质人口 他们不知 他们很喜欢 就算由Michael Keedden版本也是 蝙蝠俠 都不及当年Jack Nicholson 那个小丑写得好 也是的 一路下来 除了他中间那套 又有阿洛书森迪加 那套 主角和反派都写得好 巨星但烂钱 因为那些主角都收钱 代得太多 纯粹应该是导演的问题 这个提外话 就是说巨灵神UO 你还在看吗 是呀 那些人拿了钱 所以到戏 这样 真是击鬼 提外话 先说这个 DC通常是写的反派 是着脈得好漂亮 我对上看最开心的就是看Peacemaker 第二位都很好看 是 很喜欢 但他写的主角 好像没什么 但他写的主角 真的作品得好深 孖虎都会反转 所以一看这些就可以不同 刚才阿迪也看了AGAFA AGAFA 我认为很適合很多观众 男女观众 甚至年纪大小 但我认为 AGAFA本身是想照顾女性观众 所以你看到她是一个女性群 今次是 而且是大家易入口 但那些女性群未必是以前 非常政治正确的那种女性群 是的 正常版一点 正常版一点 但今次 AGAFA仍然是走那个 总之大部分人喜欢看 而且这个故事 好像有很多人吸引到你 但你不用很用神去看 你容易入口 你会不会喜欢看她 没穿衣服 没穿衣服 那些是一场就一场就一场 但企我人就正好 她那个欣赏的门栏 我觉得相对是高的 高一点 其实可以 因为如果你不喜欢看 这么硬核的影片 你会觉得我不想看 黑帮仇杀片 其实都是丁力而已 上海坛 丁力主 是的 你要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企我人才行 而且如果你看到最初 她的节奏真是慢 整个企我人的节奏很慢 但是如果你是喜欢看电影的话 这个节奏正正就是 让大家慢慢去感染 那个主角究竟她是一个什么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她写个角色 所以我说这个是一定要看 只是看哥林肺夫的演技 好疯啊 真的 因为平时看她 她也算是有些 有些演员有些表情 每个角色都会忍不住 她都会走出来 即是你说的是Tom Cruise 类似 其实很多演员都有 甚至去到每个赞众的罗伯蒂尼路 其实她有很多表情 否则那些人怎样容易扮她 就是因为她很容易扮她 因为她做角色都会有那些 但是今次呢 虽然我知道是这个演员 我看着镜头 我看这个演员 我始终看不到她 是啊 在一个面具之下我看不到她 因为她首先黏了很多特效 令到她整个人变了个样子 跟着声音 眼神 所有她平时的小动作都没有了 不知道怎样可以做到的 另外当然 我又要举回来十月的Joker 我们到时看了我们也说 Joker呢 Walking Phoenix 我经常说这是一个演技的天花版 看不到 很快就讲一讲 我们经常说 什么叫做演一个角色 就是我是一个演员 有一个角色在那裡 我们将它融合就是这样 但是其实呢 如果真的我们再去研究演技 这样也不行 因为你这样融合的话 即是说这个角色有很多你的影子 你又会带了很多影子到角色 那个角色就不是一个很纯的角色 去到这里大家明白吗 明白 但是Walking Phoenix 我觉得她是怎样演呢 她是在这里 Walking Phoenix 小丑在这里 这样签起不行 我想要一个很纯的小丑 于是他先要制造一个 一个正确的人出来 然后他正确了之后 才去做这个角色 所以那个小丑 就是一个很纯的小丑 去到这里大家明白吗 即是说 首先Walking Phoenix 要将自己 淨化再演变了另一个 不知什么的人出来 然后再用这个东西去演那个角色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你就看他由整个人的行动 到外形到所有的东西 到外形到所有的东西 已经是毁了Walking Phoenix 平时出来的所有东西 你看不到你铺铛人任何一个影子 你铺铛人都有 但是小丑完全没有任何 Walking Phoenix 平时有的东西 就是一个人 而那个人呢 当他不演戏的时候 你找不回 完全找不回 所以我说他真是个天花板 你一个人要有多少的专注度 多少的牺牲 才可以去到一个这么尽的境界 会否断绿亲 肯定不会 肯定会 肯定会 没有了自己 我听过最近有些 Hollywood的记者一些报道 她说Lady Gaga都说 你在现场不要叫我的名字 你一定要叫角色的名字 有很多演员都会 很多都是用这个 其实香港是不会出现这件事 如果你在香港拍摄的时候 不要叫我钟刚 叫我陈大文 然后后面就 就是这样 被人写一世 就是这样 被人写一世 就是这样 所以今次这两个电影 我觉得不同类型 但是两个都可以支持 两个都很好看 同期DC又赢 Marvel又赢 十年都没见过 可能经过之前的两三年 大家都看完那些 就继续了 痛定思痛 就做现在的事情 你在说那些什么 Marvel Echo 很舒服 喂 他们死心不息 未来的 你别以为我们已经度过了 那样东西 应该还有 刚才有师兄 就提出几样东西 这个先回答 Chris C 是否方法演技 不好意思 这个不是方法演技 不是 另一样东西 如果有机会 我们再长谈 如何演出 好 讲回 有师兄都问过 除了这两部电影之外 这两部电影 都有两部电影 大家都可以看 第一部电影 第一部电影 就是雷霆特攻队 这个我不知道 你这部电影有没有期望 我怕回到之前的 有 你看到什么令你有期望 我非常喜欢 你意思是你喜欢这个系列 还是这个转型好看 这个转型好看 令到我喜欢这个系列 因为首先我很喜欢 把一些小人物变成主角的题材 例如之前 Guardian of the Galaxy 已经是 Suricide Squad Suricide Squad 但Suricide Squad是失手的 都没有OK 第一集 第一集都OK 我喜欢 竟然 我两集都OK 二OK 一好一好一好 很厉害 我提議令 我多看 我多看 我对这一类型 我会 人们常说都不懂 不是主角 你不懂看电影 你会看过电影 这个我喜欢 另外一个 我今天分享出来 就是这个 杀神 John Wick John Wick 外传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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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武者 都说了很久 终于 看到了 但我反而 有点奇怪 为什么他会 看到John Wick 可能已经爆了响 大家都知道 但通常 John Wick肯定不是主角 但通常 这些 你不会在第一个trailer里面 被人看的 那套戏是2025才上 那你这么快 已经知道有 奇诺里维斯 他可能 对那套戏没有尊心 那我又不知道 有时候 会的 我觉得 这个又不知道 但那些人就说 希望他有 John Wick的影子 因为这个女演员 之前拍过两套动作片 他做动作片是OK的 能骗到人的 有些是骗不到的 我免得再说 但他是OK的 我看中了他这件事 所以再找他拍 我看中了他有两套 第一套 当然是James Bond 2007 他是客串 但那一场戏 他真的拿了分 穿那件衣服 穿得又漂亮 看他赢了 又很大不得了 但他之前 刚刚在Netflix 有一套 如果没有记彩 应该和美国队一起拍 我的名字都不记得了 Ghost 那一套是扣分 我也OK的 即是娱乐片 爽片 那一套 爽片 跑谷片 不是最难看的 之前有一两套 那一套叫什么 The Rock 和Ryan Reynolds 和石器女合作 那一套 如果你接受到The Ghost 为什么不能接受这套 我觉得这套好看 差不多 不知道 我起码会记得The Ghost 我记得过剧情 那一套我看了 我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 是的 而且最后的结尾很牵强 我记得结尾很牵强 结尾就是想要有续集 但真的很牵强 希望 无论是 我们有时间再讲 那些附近会有什么 但我也是期待 所以说这个星期 很开心 还有一套Wonderling 我未有时间讲 就是韩国那套 是唐维的套 那套 他现在真的是韩国发展 那套 他嫁了一个韩国老公 他是导演 但是他语言天才很厉害 他这套是讲国语和英文的 OK 好了 我们今天先讲这么多 因为那边要开 那边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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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要开